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毕竟经过蔡英文的两年 台湾民众发现他们离不开大家庭 不过有蔡英文在的时候 他们只会越来越远 这一次联战回来了 而且是自告奋勇的回来 为了破冰 也为了让台湾重新回到这个大家庭中 联老先生努力了 台湾现在的局面有点混乱 蔡英文本身能力不足 台湾的旅游业和农业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但是蔡英文虽然在解决经济问题上不怎么样 对付国民党却是很在手 或者说国民党现在的主席吴多亿有点菜 在蔡英文与吴敦义都不怎么如意的时候 满英就意外走红 不过这些人在相互斗争的时候 对于民众的问题谁也不怎么管 蔡英文在2018年面对的问题就很多 一方面旅游业受到影响 另一方面因为水果丰收 导致果农的水果卖不上价格 而在最近 蔡英文又面临了台风问题 玛利亚过境导致了台湾许多城市受到了影响 但是民进党没有想着怎么抵抗台风 反而是因为朱立伦给新北放假 而攻击他公民教育 如此行为也是清新脱俗 连战这次回来第一件事情 就是给泰安果农请密 想让其他省犯帮助一下 毕竟这些人基本上都是血本无归了 这件事情其实与连战关系不大 更多的是蔡英文的事情 但是连战还是以不容则的在做 也看出了他的层次比蔡英文要高很多 而这次无论有什么成果 都将让大家看到连战的品格 也让大家知道蔡英文有多无能 蔡英文这次对连战关注度不高 反而将自己的精力放在了对付马英九的身上 他对九合一的关心不如两年之后的选举 所以他想要将两年之后可能威胁到自己的马英九打趴下 但是连战这次破冰 势必让国民到支持率上升 而马英九的成败与九合一关系不大 一代蔡英文在九合一中大败 即便大趴了马英九 恐怕两年之后也没戏了